英國雜誌 BBC Music Magazine 這一期 封面故事是50個 Greatest Composers of all times 其實這些雜誌很喜歡弄這些十大、二十大這些 雷見不鮮 老實說也有時覺得有點無謂 但這次很不同 因為這次找了174個現代組合家 叫他們去票選 每人可以投5票 可以投很孤魯的就可以 投現在在生的組合家就可以 我覺得這個票選就很有意義 他也歸入了結果 又不是10個或者20個 有50個那麼多 我看看結果 找一張紙弄了一個紀錄 第50名是拉克曼尼諾夫 第49名是舒曼 我發現原來在現代組合家的心目中 似乎浪漫派組合家的排名是比較低的 我初心想 應該是所謂的Morning Composers 特別高 但又不一定 比如說 布利斯排48隻 歐尼諾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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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排得高到19 原來在現代組合家 在50個排名表裡面 是挺平均分佈的 早一點有 後排一點有 最厲害是誰呢 我覺得最厲害就是Ligate Ligate是2006年過身的胸癌組合家 總排名排第六 現在還在生的現代組合家 排名最高的就是女組合家 薩利亞豪 這位是1952年出生的組合家 大家想知道 到底哪些人排得比較高名次呢 由第十開始說 第十是Montavedi 是一個很早期組合家 第九是拉威爾 第八是華格納 第七是馬勒 第六是Ligate 第五是德布西 第四是莫扎特 第三是貝多芬 貝多芬 就是排第三 誰排第二呢 Stravinsky 斯特拉文斯基 這個我覺得又有厘頭了 因為現代組合家 就會欣賞他的創作 摩摩登的手法 誰排第一呢 始終都是他 永遠都是他排第一 巴赫 音樂之父 這個就不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Hi-Fi音響 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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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法定 請訂閱 群靜 監督